恩彼得 资料照 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在东部季后赛次轮中 76人以1比4的成绩输给了缺少厄文 Leary Iving 和海沃德 Gordon Howard 的塞尔提克 遭到淘汰 而76人主力中锋推特王恩彼得 Joel Embiade 在受访时表示 他会在休赛期帮助球队招募自由球员 以更好的提升阵容深度 谈到今下的计划 恩彼得说他会尽全力去使助帮助球队 无论76人需要我做什么 我都会去做的 我觉得我是球队领袖 所以假如他们需要我去利用影响力招募自由球员 我会去做的 恩彼得补充 他希望可以多找点优异的3D球员来 能投篮 能防守的这种球员会是很棒的目标 我不知道管理层会引进或打算找谁 我只希望他们真的能来 然后一起赢得总冠军 而被问到输给塞尔提克的系列赛 恩彼得表示 一开始我们本以为能轻松过关 但他们在这几场比赛中表现的实在太出色了 他们让我们打得很难受 不过这只是我们第一次打季后赛 若是从长远角度来看 这会是个很棒的经验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